这一家人都长了一副蛇精脸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原来这就是韩国目前最流行的整龙脸 上到80岁的老太太 下到邻居家的狗 只要手里有钱 都将自己整成了蛇精脸 就连整龙医生自己 也整成了这副模样 小美现在比较烦恼 因为她没有钱整龙 家里人都整了龙 唯独她在里面像个异类 她向母亲要钱整龙 母亲却让她自食其力 但是之前对于姐姐 她那么慷慨地就给了钱 她觉得母亲天心 一气之下跑出了家门 现在走在大街上 一点头绪都没有 她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看到她的脸后 露出了诧异的眼神 小美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这个模样见不得光 于是羞愧地戴上了帽子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她的心里十分难受 从小的梦想就是想拥有一副蛇精脸 可是却一直不能如愿 身边的同学慢慢都换上了蛇精脸 就连玩的最好的闺蜜 也特地跑来向她炫耀 长这么大以来 她还是第一次为自己的容貌感到自卑 她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墙边都贴满了大大小小的整容广告 可是没有一个她能够消费得起的 就在这时 她突然看到墙上有个广告 说有个整容手术 正在免费招收志愿者 她停下了脚步 内心有了想法